猫妈妈钓到了五条鱼 小猫在看看自己的水桶 原来自己没有钓到一条鱼 小猫难过的哭了起来 猫妈妈拍拍小猫的肩膀说 孩子,做事要专心 小猫钓鱼是一个喜发人心的故事 以前我写中文作业的时候不专心 总是写了很久都没有写完 我知道我和小猫犯了一样的错误 做事的时候没有专心 现在我记住了猫妈妈的话 写作业的时候很专心 不说话,不管先比 老师总是花我的作业 显得又坏又好 今天我可以站着这个舞台上演讲 我觉得很荣幸 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是他们给了我知识和鼓励 我要感谢陈老师和杨老师 是他们教会我说中文 写孩子 我也要感谢所有的品文老师 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 因为我努力了 我想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专心致致地做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 现在是小学母语组的比赛 如果你是小学母语组的选手 请坐到第一排 按照顺序做好 总共有七位选手 如果各位在过程中 想要用餐 可以前往我们的餐厅用餐 二号选手 在现场吗 在 好,现在我们请一号选手上台 尊敬的评委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石头的故事 有一块石头 在深山里寂寞地躺了很久 它有一个梦想 就是有一天 能够像鸟儿一样 飞上天空 当它把自己的梦想 告诉同伴们时 立刻召来同伴们的嘲笑 瞧瞧 什么教心比天高 这就是 真是你想天开 哈哈哈哈 这块石头不理会同伴们的闲言碎语 仍然怀抱理想 等待时机 有一天 有一个在庄子的人路过这里 石头知道这个人有非凡的聚会 就把梦想告诉了他 庄子说 我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但你必须先长成一座大山 这可是要吃不少苦的 石头说 我不怕之苦 于是石头拼命吸取天定之灵气 自然的精华 自然的精华 承接雨露着甘甜 不停的生长 不知经过多少年 接受多少次风雨的洗礼 他就一场成为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山 于是庄子 飞翔之梦 有的却肝于平庸 同身为人 有的人有凌云之志 有的却自甘堕落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块石头一样拥有非凡之志 这当存高远 让我们拥有一个值得一生位置拼搏的高远之象吧 摒弃焰雀 屋檐下的廉价欢乐 勇敢地飞上高空 接受风雨雷电的洗礼 为梦想拼搏 向人生的高空展翅飞翔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 请二号选手上台 今天评审 老师 各位参赛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二号参赛选手 今天我要演说的题目是 一个启发人心的故事 最近我才知道 老鹰是目前大自然界寿命最长的鸟类 平均寿命约七十年 老鹰的长寿其实有个艰辛的历程 在老鹰四十岁时 他的会智太长太弯 几乎碰到他的胸 他脚上的抓姿也不锐利了 尤其厚重的翅膀让他难以自在飞翔 这些因素导致他无法顺利弊石 他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 等此还是努力的活下去 如何活下去 首先 他必须独自飞到高山上的悬崖竹槽 在那里用他的会纸用力削打岩壁直到脱落 等到长出新的会之后 再用嘴把老花的抓子一个个拔起 等到长出新的抓子后 再将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 经过了一百五十天 新的羽毛长出来了 他又可以重新展示飞翔再活三十年 朋友们 如果你是老鹰 你会选择什么呢 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我们可以坐以待毙 也可以选择面对他像老鹰一样 过程虽然艰苦 换来的却是无限宽管的路 我原本很排斥参加演讲比赛 就在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故事 我就决定学习老鹰锐变的勇气 我告诉自己不要怕 勇敢飞向梦翔 往更高处飞去吧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 给我支持和鼓励 还有我的老师和同学 我的演讲结束了 谢谢大家 请三号选手上台 各位评审 老师 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 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 古时候 有一个楚国人 以卖兵器为生 一天 他拿着长矛和盾牌 到街上叫买 他首先 举起他手上的盾牌 大声说道 各位客观 请看看我手上这块盾牌 他可是用上好的材料 断制而成的极品 质地特别的坚固 无论您用任何锋利的毛 也刺不穿 一番话说完 人们纷纷围拢过来 仔细观看 接着 他又拿起 靠在墙边的毛 更加肆无忌惮的夸口 各位英雄豪杰 在井安科娥手上 这只长矛 他可是经过千锤百炼 打造出来的好矛啊 毛头特别的锋利 无论您用任何坚固的盾牌抵挡 也会被刺穿打 这时 只见人群中有人大喊 你说 你的盾牌坚固无比 而你的毛 又十分锋利 无坚不摧 那么请问 如果用你的毛 来吃你的盾 结果又会如何呢 楚国商人听了以后 无言以对 只好战口的脸 赶紧收拾东西 一流烟的离开了 这是战国时代 韩非子说的一段故事 后来 我们就用自相矛盾 来形容一个人 言行前后不一致 也用来提醒我们 做人处事 不要吹牛吹过头 事情不要讲的太绝对 要留着一点转环空间 免得出球哦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4号选手上台 老师们 同学们你们好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小山迪 故事发生在爱丁堡 有一天天气很冷 我和一位图事 站在网站门前谈话 一个小男孩走过来 他对我们说 先生请买盒火柴吧 不我们不需要火柴 我的图事说 一盒火柴只要一变事啊 小男孩请求着 可是我们不需要火柴 小男孩想了一会儿说 我可以一变事 买给你们两盒 为了使他不再纠缠 我答应买一盒 但在掏牛前这时候 发现身上没带领钱 于是就对他说 我明天再买吧 先生请你现在就买吧 我饿极了 我去给你换领钱 我先给了他一线领 他转身就跑 等了很久也不见他回来 这时我想可能是上当了 晚上旅馆的侍者对我说 有个小男孩要见我 他被带了进来 我发现不是卖火柴的那一个 但可以看出是他弟弟 他在破旧的衣服里找了一会儿说 这是你那个仙女找回来的四个便士 山迪受伤了 不能来了 他被马车撞倒了 他的帽子丢了 火柴不见了 身上的七个便士也不知道 到哪儿去了 我给小男孩吃了点东西 跟他一块儿去见山迪 这时我才知道 他们俩是孤儿 父母早死了 可怜的山迪躺在一张破床上 一见了我就对我说 我坏好领钱往回跑 被马车撞倒了 压断了两刀腿 我肌肉死了 可怜的小弟弟 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谁来照顾你 我握住山迪的手对他说 我会如也照顾小婢里的 这时突然 他眼睛里的光消失了 他死了 饱受鸡寒和小山迪的美好品质 将会荣耀打入人们的心理学习 请五号选手上台 平身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故事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启发人心的故事 记得上个月我和哥哥在书房做功课 哥哥问我还有的孩怎么写 我写给他看 还对他说连孩都不会写 于是我们从谁的中文比较好 吵到谁的数学比较好 又从谁的数学比较好 吵到谁的情谈的比较好 没完没了 此时妈妈一脸严肃的走了进来 那时我想 糟了 妈妈不知道要如何处罚我们了 但是没想到 妈妈居然只是说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农夫到山里买了一匹马和一头驴 他牵着马和驴顺着山路回家 山路又窄又的崎岖不平 驴子跟着农夫走得很快 把马远远的甩在后面 农夫不断催促 可是马才赶上几步 又落后了 农夫生气 一鞭子冲了过去 马疼得很 委屈的解释 不是我不卖力啊 我们马擅长走平地 而驴却擅长走山路 农夫听了更生气 认定马是在找借口 回到了家 便安排轻松的工作给驴子 而马却必须每天从早做到晚 直到一天 农夫的儿子生了大背 得赶到屋里外的镇上去找医生 农夫找了驴子带他们去 结果跑到一半 驴子就跑不动了 农夫非常焦急 正要狠狠抽打他时 见到马跑了过来 农夫赶忙越上马背 并且惊讶地发现 马的能力比那天在山上好得太多了 他们很快便赶到镇上 及时救了农夫的儿子 听完这个故事 我和哥哥也都心平气和了 妈妈借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专长和特色 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 发光发亮的舞台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请六号选手上台 各位评审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 我是六号 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胜利的记号 胜利的记号 深山里有只小狮子出生 狮子妈妈告诉小狮子 我们是森林之王 森林里所有的豆 都是我们的石鹿 同一时间也有只小花鹿出生 鹿妈妈叮咛小花鹿 森林里有只可怕的狮子 遇到它一定要赶快的逃跑 有一天小狮子第一次单独的出去打猎 正好遇到了小花鹿 小狮子假装友善的跟他打招呼 你好我是翔状的狮子 小狮子自我介绍完 小花鹿就想起妈妈的叮咛 可是现在逃跑根本就来不及了 小花鹿就假装勇敢的跟小狮子打招呼 你好我是凶猛的梅花鹿 小狮子很疑惑的问 你有没有比狮子还凶猛 小花鹿抬头挺凶的说 当然你看我身上的翻演记号 我每次打死一只狮子 就会在我身上画一个记号 小狮子却听姐梅花鹿说 就很半心半疑 你若你不相信 我就带你去找我的妈妈 她身上更多半点记号 是世界上第一凶猛的梅花鹿哦 小狮子一听 就全身发抖赶紧的逃跑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 遇到问题或困难 要努力了用机制想办法解决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请七号选手上台 尊敬的评委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小鸟和大树的故事 春天迈着轻轻的脚步走来了 冰雪融化了 雪水会成小溪 重重的流着 小草从地上慢慢的探出头来 好像是害羞的小姑娘 小鸟也从南方飞回来了 有一天 鸟妈妈要生孩子了 它飞到了一棵嫩绿的小树上 说 小树弟弟 我在你的树枝上搭一个窝好吗 小树摇头说 那可不行 我正在长身体呢 你要是在我的树枝上搭窝 我可承受不了 鸟妈妈又飞到了一棵大树上 客气的说 大树哥哥 我在你的树枝上搭一个窝可以吗 大树哥哥也摇头说 那可不行 你天天在我的树枝上蹦蹦跳跳 我多难受啊 鸟妈妈伤心的飞走了 落在了一棵老树上 对老树说 树爷爷 我在你的树枝上搭一个窝好吗 树爷爷高兴的说 当然可以了 欢迎你 我还正想找个伙伴呢 鸟妈妈激动的说 谢谢树爷爷 鸟妈妈忙了几天几夜 终于搭好了一个窝 过了不久 鸟妈妈就有了三个宝宝 树爷爷竭尽全力观照小鸟一家人 夏天火一样的阳光照射在树上 树爷爷就用他的树枝和树叶遮住阳光 给小鸟撑起一把伞 夜晚冷风呼呼地吹 树爷爷就用他的树枝和树叶遮住阳光 遮风挡雨 树爷爷越活越年轻 长出了许多新叶 在旁边的大树和小树生了满树的虫子 夜黄了 枝断了 眼眼一息了 他们流着泪说 都怪我们太自私了 互相帮助利人利己 自私自利害人太己 人们啊 你们一定要吸取我们的教训 我的演讲完了 谢谢大家 小学组的比赛到此结束 now we are going to move on to middle school group If you are in Middle School Other Nationality Group, please be seated here. Middle School Other Nationality 總共有12位選手 好,請1號選手上台 尊敬的各位評委老師,親愛的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學習中文的甘苦談 世上只有媽媽好 有媽的孩子想個抱 投進媽媽的懷抱 幸福想不了 一句句,如歌如氣,如戲如素的歌聲 一下子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5歲的我,身家小腦袋 動張希望,乘著媽媽問是什麼意思 得不到滿意的回答 我希望的眼淚再不停地打轉轉呢 爸爸媽媽無可奈何地看著我 也引發了他們一定要讓我學習中文的想法 幾經周折,終於找到了藝術 理解並不近,卻以教授中文助生的學校 從此,我如釋如狂地按上了那一個個圖畫文字 心,白,怕,手,目,看 按上了四個字的成語 五言,六色,無影,無蹤 從此,踏上了一條為中文歡笑,為中文呼吸 卻又無怨無悔的不歸路 還記得第一次上中文課 猶如聽天方夜譚,完全不懂 卻又新鮮好喜 試著發書人生中 那第一個,爸爸媽媽 還記得打著哈線,問著好線永遠也寫不完的中文作業 心裡未虛的鑰匙 還記得演講比賽獲得獎後 那與無論是欣喜若狂的心情 我心裡清楚地記得 學習中文的美思,肝與苦 懂得老師真正的教導 和父母的印象希望 明白五年的學習 也不過翻開了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學的第一頁 漫漫長路,等待我去摸索 但我有信心,我會付出最大的努力 任從文笑,我吃點 對中文不離去,不放棄,直到永遠 我的演講結束了,謝謝大家 請二號選手上台 各位曾經的評審老師,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學習中文的該課談 小時候,我住過香港很多年,所以我有很多中國和香港的朋友 我們在一起玩的時候,他們經常說中文 可是,我想鴨子聽得一樣,一點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所以,我下定決心,開始學中文 在香港的中文課,我想得既辛苦,又痛苦 榜上的同學們都好辦,可是,我連簡單的都聽不懂,也更不像 所以,我學了老半天,只會說,你好,謝謝 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我還是一直要走,什麼也聽不懂 所以,當我轉職到曼谷的日本學校以後,我很快地就把 好不容易在香港學的中文,給忘得一乾二驚了 後來,我轉到現在的學校,我就馬上學了中文 上課的時候,我發現課程不難,我不單學得會,也可以聽得懂 還會修了不少中文呢,而且,老師常常用網遊戲 做活動的方法,來幫助我們記住詞語 有時候,還會自己寫字跟演技,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現在,中文課,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候了 有時候,同學有不同的地方,我還能當小老師,幫助他們 這讓我更有成就感,也更喜歡學習中文了 上個月,我去香港看完我的香港朋友們,我特別開心 因為,我終於可以用中文和他們溝通了 雖然,我說的都很簡單,但是,我進步了 這讓我感覺特別自豪 學習中文對我來說,這有幹,沒有補 我的夢想是,幹一個語言方異 語言方異 不要自私努力,把我的漢語學好,完成我的夢想 我學完了,謝謝大家 評審,老師,同學們,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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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演講的題目是,學習中文的乾苦談 學習中文的乾苦談 從小到大,父母常對我說,學習是人生成功的關鍵 你必須要好好學習,特別是中文 七歲時,父母便把我送到了一個以中文為主的小學去讀書 但讓我害怕和痛苦的生活,卻從此展開 每天,要聽著根本不懂的外星語,還要背課文,不寫作文 只要一樣作業沒完成,老師就會拿出他們的殺手劍,打電話給家長 記得,有一天,老師給了我們午夜的漢子作業 當晚,我做完第二夜時,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了 看著剩下的三夜,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來 正當我無助的哭著,耳旁想起了媽媽常說的一句話 你不努力,要誰幫你呢? 於是,我一邊抹著眼淚,一邊繼續寫下去 直到凌晨一點多才睡,心裡早就不知道送媽老師幾千萬次了 兩年後,為了增強我的英語,我終於轉到了一所國際學校 突然,我感激起小學老師了 因為,我竟然被老師榮譽為學校中文前三強學生之一 太讓我驚訝了 被老師這樣一捧,我變得驕傲了起來 對中文的學習也漫步驚心了 直到一次考試,我徹底清醒了 那次考試,我竟然只得了六十多分 扇抖了雙手,接過考卷 耳旁,傳來了老師陣陣子的罵聲 淚水,瞬間會提 下課後,默默看著考卷 下定決心,非要把中文學好不可 學習中文的道路,就像是爬山涉水去尋報一般 開始上坡很辛苦,但下坡卻很輕鬆 下坡時,要小心走好每一步 中文字牢